台南有一位理性四主 他养了一只两岁一大的 成种台湾土狗 他每天都要带这个狗狗来散步 而大家一看 这狗狗散步的方式好特别 不是用他的四只脚 而是抬起前肢 用后面的两只脚 走在主人身旁 就是因为模样太可爱了 听说他已经成了当地的知名宠物 两岁大的Mary像主人一样 用两脚站着 吐着舌头 抬起前肢 上下摇晃 小屁股和尾巴扭啊扭的 不停往前走 模样实在可爱 这可是他的拿手绝活 因为常常和主人将外出散步 名气在当地可是相当响亮 街坊邻居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因为小时候就常常抬起前脚 让四主李先生突发奇想 开始训练 现在每天跟主人出门散步时 Mary都会自然而然地 抬起前脚 走在主人的身旁 他跟我一起走 他就说我不叫他起来 他也会跑 有时候我不叫他起来 习惯了他也会跑起来 跳 跳 拥有不少强项的Mary 在太阳下有着乌黑闪亮的毛色 走路时骄傲的神情 对于李先生来说 现在谁开架都不卖 就算要当他的男朋友 也要严加考核 因为Mary可是只无法取代的聪明狗狗 帮不断 好 好